怎么很像黄族人啊 人家感觉刚刚好像 幼子有一点焦急的感觉 对 因为选择人的时间快到了 卡萨丁辅助吗 吓死我了 我觉得OMG这边的每一个点 都是黄族曾经 非常亮的 很擅长的 中单white的卡萨丁 UCI的伟恩 这是什么 什么奇目卡卡西吗 Copy忍者 Copy大哥 看谁有血轮眼 应该是盲僧吧 对 后来也没了 变成了盲僧 所以 所以呢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复制功能 而现在的话我们看到 这套体系已经拿了出来 看一下中单的卡萨丁究竟 有何所为吧 因为这边面对了 这边是一个九筒 九筒的平A伤害很高 这场比赛对于黄族来说非常的关键 对方又拿出了这样一套阵容 好的 双方选手都已经准备就去 马上出到黄族黄族以及OMG的对抗 好的 各位观众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蓝色阶段方是黄族狼珠战队 而红色阶段方是OMG 这边柚子依然是出门开始叠晕 看一下 别的 看一下这边的支持率 这边OMG支持率76% 而黄族这里只有24% 但是从下期联赛交给胜利上 OMG是完胜 但是历史交给胜利的话 黄族33%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暂停的时间好点 怎么样选择 嗯 快跑 快快 快快 这个 呃 这个暂停影响了生态平衡啊 影响了人的正常判断 你暂倒是不好了是吧 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们 这个九筒的皮肤好像蛮少见的 乡村农夫 送的 乌加拉斯 送的 但年纪商卖还买不到呢 是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最便宜的那个皮肤 对 这里虽然说一集团上面 杭族一直都看到了 这里 一级升W 就是有强行秒到这个眼 大哥气势上赢了 这种时候的话可以回尘 再买一瓶药 是的 多了点钱 然后龙女不高兴了 我也能一集秒眼的 一般这种情况 会在这个人旁边插满了眼 让他慢慢排 然后少女把他打死 有强迫症的人吗 嗯 看一下一团这一边 蓝BUFF这里是留了一个眼的 已经开始打了 这里的话也应该也不考虑抢了 只是看一下 你盲村是哪里起 好像龙女这里的话 稍微的舒服一点 这边是一个中二来压制卡萨丁 然后只能用九筒去打鳄鱼啊 其实感觉肾打鳄鱼可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九筒这边的抗压能力要比 个人感觉比肾稍微好 但是肾气下楼抗压 因为肾他可以比较不吃装备 在九筒说实话他吃装备还是吃得挺厉害的 但是他打鳄鱼这条线的话 可能也打不出什么太好的优势 好 这边的话 好 好 这边刚刚到线上 老瞎子已经是准备好 两级就过来蹲了 看 而且还没有红帽 踢到了 打一套 发现伤害已经是不够了 看你知道 压出信念区 现在就非常流行这样去压 中路塔已经快要掉了 下路 这双方一上来就是快速换掉一座伊塔 卡特林守不住了 好的 这边的话是把中路的防御塔打掉了 下路的防御塔也是要打掉了 两面节奏出奇的相似 中路还要继续推吗 这边龙女去反一下虾子的红 这一个举措很聪明 因为虾子这边帮忙推下路的话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自己的buff离得自己太远了 那反观龙女这边的话 打完红还可以再去拿一下自己的蓝 甚至这个蓝可以给轴桶啊什么的 还不走 是不是稍微有点偏啊 稍微有点威胁 好 看一下安妮 但是旁边有一个龙女 这边感觉到不对 不追了 闻到了可疑的味道 对的 下路的话 甚合VN的一个单线 VN还是比较好打的 伤害很高 这是传说中的 闪现交 一线 那安妮一直在闪现交 一线 闪现交 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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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哉在这里带着一个进化 太关键了 直接描解掉了这个晕 看下勒布林从这边过来 好 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中 初期直接拿到两个人头的优势 这个很关键 小狗这里又是拿到一个人头 秦宜这里还有一定的恢复能力 那中路的话卡达丁初期有点伤 都在下来一千块钱 鱷鱼克了一个大红药 应该是强行把球捅打回家的一波 这边 这边 鱷鱼克终于可以在下路 安稳地吃一吃冰箭了 初期还是过得日子不太美好的 难得的平静生活 看一下OMG这个走位 OMG这个走位 这有点拼吗 二三 二三四吧 是 二三四 对 二三四 这是强行 要把初期的机械是搬回来的节奏 好 这边的话 黄族还给出了这个信号 但是没什么人来 好的 成功拿掉 五分钟 那这样的话初期这两个人头的劣势 就完全搬了回来 我们看到经济已经是完全持平了 九筒这边换回中路 而且拿到了第一个蓝帮服 这个蓝帮服职业是让给了九筒 开局上的话 黄族还不错 这边双人路换到上 然后芒僧 安妮 鳄鱼 全部来到了上路 看看能不能够一波以多打扫 这边眼威的话是看到的维恩 相对来说应该会稍微的小心一点 但是他们这边我们知道 初期老鼠加琴这个瞬间爆发实在太高了 安妮换上来 那想要正常的一个对线 但其实这边这场对线的话 我觉得维恩这里还是有点吃亏的 安妮现在身上没有晕 这边Sona在不停的耗 看一下这边是怎么样去打 这边下落 卡塔丁这里很危险 因为九筒已经到达六级 直接越强越上路 这边是安妮在超级空了 超级空了 这下王要换掉 换掉了 那这样的话 黄谷小转 这一波的话对于就是说是 OMG来说也还可以接受 这盲森一脚踢兵 结果踢死了 这边是场最大化的压制卡塔丁 让她的初期的作用大打折扣 而这里的话安妮由于初期的游走 太过于频繁 等级实在太低 只有三级 还胜利一级的E 那这样的话她初期的伤害其实非常的低 胜利一级的话也实在是为了 能够迅速的叠起这个 选晕 但是她这样的话伤害能力就会比较弱 那么对到龙女和鳄鱼 龙女和鳄鱼双双的都是 关到了这边的话防御她的血量不多了 那两三先接一波鳄鱼吗 两边都有眼 鳄鱼基本上有六级 身体有一个打折扣 看见龙女是又切入 这边 五打三 而且这边防御塔也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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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换一个没有换掉 这边的鳄鱼也要换 大哥交出了闪现酒桶有没有Q 没有 酒桶刚才差一点点蓝应该是 他这边虽然有蓝Muff 但自己本身的蓝量已经是见底了 是的 而且刚刚这个时候身上还闪现 你们一起是要喝一口 然后闪现过去把第二个桶炸死 是的 鳄鱼的节奏 这边的话还好 无状态及时的一个支援 你让自己初期不太好的发育 稍微好了一点 而且他这边即使是初期发育的这么差 还出了这样一个雨型之类 都忘了这回事了 我也是感觉 不要点了三把攻速短剑 鳄鱼这边三多蓝 我来拿一下蓝 盛这边合道给一个眼 卡达丁这边被看到了 这边卡达丁可能要上路补一下这个经济 因为他虽然说发育的再差 也比这边的盛稍微好一点 是 九统刚才这两波的支援 其实是帮助这个黄组 拿到这波优势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盲森这里的蓝是没有选择让 因为卡达丁离得太远了 还是决定自己先把这个蓝拿掉 让自己的发育能够稍微好一点 下路这边盲森只有一个人的话 龙女如果包过来有一点危险 是的 但是中路这边同样如此 九统这里只有一个人 对方四个人来包 也是有一点危险 而且最关键是 盲森身上是没有眼神 来给他摸 但是看到中路四人一起 全部推的话 这时候还选择过去支援 闪现躲开的 是的 这边 哎 顶了点塔 这里是不是可以反打下路同时 这里的话应该是先拿到这座塔 中路找机会 九统刚才这个大招已经没有了 他现在爆发已经大打折扣 很快 九统这里的话 这边的话 肾是没有闪现的 刚才这一波也不可能打一个先手 所以要慢慢稳着来了 这边 黄族所有人往下路抱 看到一个 很危险 给了一个虚弱 闪现回来 就这里一命 这里不一定能救得到啊 一个大招 哇 这里又漂亮 逼出了对方的一个闪现 这边肾赶到 嘲讽住了安妮 安妮被秒 刚刚那一下的话 刚好是蒙森 是用Q技能来清了一个兵 是的 没有办法及时的赶上 是的 这边二塔很危险了 看一下卡特丁想偷一个人 但是有机会吗 哎 还好这边嘲讽没有 嘲讽到 但是黄族这里的话 是要顶塔应来了 下路二塔告破 经济领先三千 哇 这一把节奏非常紧透 但是这边勾勾引在上路 看看能不能把这座塔给带掉 有点机会 这边的话直接越塔来清兵线 下一波兵线到的时候 上路的二塔 上路的一塔 就应该可以推掉 这边肾这边回家 赶紧赶到上路来 这一把感觉盲森 有一点破裂队伍的整体节奏 是的 九筒现在已经是出了一个大胜碑 卡特丁现在有法穿鞋 以及一个女神之类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一把应该不会选择出 这样一个时光 哎 嗯 因为他现在其实初期发育比较的差 这一把卡特丁能有一个 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一下 如果再出时光的话 可能节奏就比较拖了 是的 九筒这边已经做出了大胜碑 但是维恩这边发育的真的是不太好 维恩这里的话72个补刀 包括初期也没有拿到人头 在不断的换线过程当中呢 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干扰 是的 看一下他的等级 现在是只有7级 这边等级还是有点低的 安妮终于到达6级 所以在11分25秒左右 哇这边全员开始买真眼 这条小龙也非常的关键 那你这边顶起了4来 这有说圣眼是有大招的 看一下这边有真眼是可以打 那这一波团战是圣有大 看一下打不打 这边龙女还是比较肉的 这边小龙应该有大招 对有闪现有大招 如果大了比较好的话 这一波其实是可以打的 因为现在卡特丁应该是一个主意的吧 他来优异能力也是比较的可观 好 这边球稳不打小龙 这样圣继续在上面带 反正你们没人来 我反正有大 是的 我带人就一直带线 但是你鳄鱼只要一出现在上路 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在小龙开打 至少我能够形成一个5打4 看一下鳄鱼只要一冒头 这边黄足 哎 九筒也不散 好 开打 圣找机会 这个时候圣要远离鳄鱼 因为你这里小龙一旦开打的话 我圣要直接开大招的 好的 拿来看小龙 哎 这里想单杀 哎 有人你 有点冲动啊 直接瞄解 杀掉了 没人来了 赶过来但是龙女也来了 这时候圣也给了大招 两个人赶紧往后撤 圣这边有闪现 但是没有选择用闪现嘲讽 因为刚刚的距离的话也是有点不够 是的 因为在刚才这一波 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攻速斜加破败 他的单杀能力非常的强 毛森这边看到了 这边的话想要强行守这一波吗 大哥来了 大哥会开 开打进去吗 进去了 被嘲讽到大哥这里 哎呀 哎呀 看到了远的门 圣角力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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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好 没死人 只是掉了一座塔 快点跑 这样的话感觉 OMG现在是在一个颓势的状态 这边中下二塔 全部被推光了已经 是的 龙又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补刀上面来说 除了 鱼鱼这边的补刀 到底还是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是 嗯 直接是买了三把多蓝 但勾引这一把的话 还是选择出这样一个输出装为主 嗯 但是对面的控制其实也蛮多的 而且对面的几个主要的输出点 发育也不错 那你这样存出一个输出 会不会 这一开打就要被秒呢 感觉它很危险 开打到进去 搅个两三秒钟 然后就跟你说的就说再见了 然后 可以跑了对吧 让温和卡扎丁来进行一个收割 我觉得跑是不太可能跑得掉了 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它的作用就是继续两三秒差不多了 技能放光 点燃给上对吧 大招烫一烫 尽可能的多造成一些伤害 那么再磕一个红药吧 再燃后就没有燃后了 再燃后就等待其他人吧 老鼠开一个隐身 那这边想要拔掉上路的二塔了 这一把皇族的推塔节奏非常的快 在十四分钟的时候 OMG六座外塔要全破了 这关是你眼睁睁看它破 还没什么办法 嗯 是的 强行开场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安妮这里没有闪现 虽然说有一个大招 看一下UZI这里又补出了一个黄叉 装备上领先了维恩 不是一点半点啊 这里的话强行选择打这样一个防御塔 安妮一个大招留住Lucky的 Lucky是这里面最肉的一个 这个大招看来只是想顺带的A一下兵 把这一波的塔守住 送了UZI五十块钱 对 但是这一波的话 马上下一波兵线就来了 你怎么打呢 九头也赶到了战场 这边可能要陆玉卡塔丁 先遇到了 这边的话 虽然说是及时沉默的 不然这一下的话可能会被卡塔丁打得比较疼 是的 好的 这一波的话直接塔下 九头过来 找机会大招了 看来是要找机会大招 有没有机会 上去 这个选择不是特别明智 这个选择不是特别明智 直接秒杀完对方 我们看到琴女的大招 还有这边九头的大招 配合起来分割了战场 大哥自己一个人孤军深入 最终是寡不敌 不到两秒啊 小鱼 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上桌二塔就要被打掉了 而且剩这边大招马上就好 这比皇族限制可以继续的带 现在卡塔丁这样的一个装备的话 可以说实在是太低了 是的 我们看经济现在落开了5000的一个差距 在16分钟5000已经不小了 是的 哎 谁在打格 九筒 哎呀 哎呀 逼出了闪现 给一个减速 然后自己往后大一下 现在盛是有大招的 所以可以去单人带下路 然后我在这里霸占你的野区 又在这一波回家 不知道能更新出什么样的一个装备 四个人头一个助攻155刀 小散现在这一波回去 应该也是可以出破败了 好 直接隐身 隐身是应该是来清兵的 要不然的话他应该不会开这么方便 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以尝试收割一下这下 这个位置收割一下 这个位置有真言 高德雷克现在还是只有十几 他到达十一级很关键 这个非力 主张来说还是这样一个减CD的一个效果 是的 一级大招的实力实在太长 没错 好 这边又点了几下 看一下这边视野的一个布置 他比这里又是买出了三个真眼 控制了上路河道处 然后在这里顶了一个400 但人头的话 现在皇祖已经是领先了六个了 哎 两个都有点虚 这边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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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盛是直接被对方 两个人打了那这里的话会选择打大龙 哦 显得这边抓了一下高德雷克战士 剩这里是很难死啊 而且你这边W一旦用掉的话 高德雷克战士就可以直接传大 哎 还好打断了 全摸到抽掉了 这里的话 这边就看盲森 这个抢大龙怎么样了 这边如果大龙被抢的话 那这一波绝对是把出击搜的烈士 全部搬了回来 看一下还准备了强行打 安妮闪现一个晕 这边有机会抢 有机会抢 有机会抢 有机会 没有 摸一个眼 赶紧逃走 安妮这边死掉了 这里的话 差一点 其实安妮这里的闪现大招已经给的不错了 嗯 好那这一波直接是依靠的龙buff 中路欺负你很少 退一波中路 好最下高地的塔的话是破了 对 现在卡萨丁几乎是没有什么输出啊 比较尴尬 而九筒这边输出现在其实是很高的 中路直接告破 并且有大龙buff 现在回家皇族修整一波 依然可以再一次破一路高地 而且这一波破的还是中路 是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肾的 那肾和他们来打一个四一分推 上下两路 会让OMG这里很难过 没错 等到待会回去回复一波 然后拿一个蓝buff 可以果断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pull 是的 这个讨厌的龙女一直在翻眼 这边这什么意思 UZ是什么意思 想要单杀大哥 这边的话小龙也是被拿到了 那这样的话经济的落差已经大到了八千块 八千 哎 这里过来想还要抢一手蓝 三 九筒过来 拿到 这个蓝buff给谁了 好像给 新鲜的吗 新鲜的应该是给UCI了 一个新鲜的蓝buff 现在的话感觉黄族在场面上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主动权 所以说联赛就是这么有魅力 黄族在昨天输给了联赛垫底的队伍 现在面对联赛排名第一的队伍 是打得这么有优势 今天的整体的四场比赛都很精彩 是的 我们看一下现在一个情况 人头十比三 经济领先已经快要扩大到一万了 并且 现在等级在那么低的情况下 这个超级兵还真的是比较难应付的 是的 因为现在毕竟只有20分钟 是的 现在维恩仅仅只有一把破败而已 并在这里直接领先了一把红叉 好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这里插住两个人 一个大招留住两个 好 完了 消散 好 还好 有这样一个闪现成功的逃脱 哇 老鼠刚还这个 这样的话维恩没有闪现了呀 那下一波团战只要被酒桶大到 那岂不是一个beat的状态 没有闪现没有大招 天哪 那这一波上路的高地也要即将告破了 维恩基本上只能靠安妮来保护了 是的 但安妮这里的大招 难道不打先手吗 被炸开了 炸开了 想往回炸 结果没有炸到 但是这一波毕竟的话 琴女也是没有闪现 也是没有大招的 下路盛在何鳄鱼进行一个单挑 谁也打不此事 这个 这纯属是浪费时间的比较 一个亿 他今天也不能追了 但是上路这里的话 发现你人少 不过还好没有兵线 安妮的威慑力还是很强大的 但UZI在中路带了一波兵线以后再来到上路 兵线上依然是黄足的一个优势 好 直接影神过来 强行拆掉这一波三路高地塔 哦 嘲讽闪现 哇 这个嘲讽闪现的话 高德拉克用的是非常的不错 直接是嘲讽到了这一边的两个人 秒杀叫安妮 他这样的话被破掉两路了 感觉下路的兵线 我们看他会不会顶着应来 现在大龙MUFF的时间 在21分钟 还有一点又来了 一个来了 只要龙你顶塔 那这样的话感觉三路高地塔被破 这一波团是必须开 好的 老鼠突然回去 第一个老鼠回来 但剩给了一个大招 老鼠很肉 这个塔在直接打这个老鼠 老鼠疯狂地输出 但这一波我看一下 哦 大哥这里也是挂掉了 还好这波 强行开团的结果是美好的 至少这一边的高地塔还没有被破 还要追吗 还要追吗 追应该是不敢追的 但是这边被破了两路 二十二分钟被破两路高地 现在十三比五的一个人头比 二十二分钟经济差距 就已经快要到一万了 是的 那也确实没有办法 前期可以说是给狼族 抓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狼族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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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踢得进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虽然剩鬼上大招在卡壁 在打这个老鼠 所以老鼠直接被秒 没有 这边最关键是 踢不出以后 防御塔一直在攻击 而且老鼠这边的话 本身也太脆了 是的 而且OMG所有的技能 全部甩在老鼠一个人身上 所以说快速地秒掉了 如果不是这个塔 在打这个老鼠的话 老鼠说明还是不会死 老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输出 但是这一波的话 还是打得很漂亮的 果断开团 因为再不开团的话 肯定是一点buff都没有了 是因为你越拖 在那边 经济是越拉越大 是的 维恩终于做出了破败和黄插 但是 尤塞这边的话 已经是红插的 加上一把轻语了 这边团队的输出的话 老鼠要比对方的维恩 高好几个档次 大哥 大哥这里的话 是交出了一个闪现 这边是适当地出了一点防装 但是这边卡擦钉 是直接憋了一个帽子 祈求自己能够 有更高的一个爆发 下落这个高地塔的血量 已经是不多了 是的 这边直接打着 那这样的话 三路要被破了 就算强行开团的话 这边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机会 除非能够秒掉UCI 三路高地塔 一个大招炸回了大哥 大哥这波是没有闪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攻击目标 选择在大哥身上 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中路的水晶也将不保 三路被破 那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回天乏术了 这个踢小兵再容易摸回来 是表示一下 是因为这一点我看到盲森上了 摸得回去 不是踢得回去 哎呀 听一下Sona提出事儿来了 安妮闪现大招 但是又在描写 这边的话 其实是一波直接带走了 这一波打完以后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皇族要战胜强大了OMG 让人意想不到的 这样一个局面 看一下现在这一波 皇族 怎么办 这边大哥直接被秒 好 然后现在的话 小白没有机会 开了一个关门 一分血 但是这里的话 直接已经获得比赛上来 恭喜皇族